随着老王和阿森的离去 公司的业务也暂时没有了很好的发展 为了实行利益最大化 陈哥安排了我开辟新业务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着明天开盘了 结果阿七晚上就火急火燎地出现在了我的办公室 咋了七哥 大晚上的不睡觉 明天开盘呢 不好了 新过来这批员工有两个死了 死了 我们不是都检查过了吗 进来的时候都没有很重的伤势啊 具体我也不知道 家豪在下面守着的 我去喊陈哥 你赶快下去看看 等我们抵达出事的宿舍后 外面已经围满了人 阿七一声怒吼将围观的人全部赶回了宿舍 我走到宿舍的房门口 就看见地板上面有着两滩褐色的黑血 死掉的两人躺在床上双眼爆出 大家也不要害怕 我只是需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他们两个在死之前有没什么异样 皮股 我们吃完东西下来之后就各自躺在床上睡觉 没多久就听到他们两人在吐息 每两分钟人就直接死了 其他的我们就真的不知道了 可我们没关系 听着同宿舍那人的话里 陈哥一脸阴沉 皮炎子拉气 你们先出去 这边的事情交给我 我点点头走出宿舍关上了房门 等了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后 陈哥从宿舍走了出来 便安排内保将尸体抬了出去 刚刚问了他们几个人 基本回答都一致 现在先不管死因了 重点是明天的开盘 现在出了这个事 你要做好他们的心理建设 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我内心之中隐隐不安 眼下心盘口都还没开工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想着这些我一夜未免 皮炎子 你没休息吗 陈哥 我睡不着 放松一点 短期我和刘总这边不会给你任何业绩上的压力 你只管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扎稳打的去做就行了 资金盘和我们现在做的快刹不一样 你有的是时间去调整和试错 陈哥说完我点点头 好了 你们这边是今天晚上七点开工 赶快去休息一下 到时候我会通知刘总一起过来 给大家简单的准备一个开工仪式 时间来到晚上七点 刘总陈哥准时出现在新部门的办公室 两人简单的做了一个动员 现在请大家将最热烈的掌声送给刘总 我们请刘总登录盘口账号 为我们盘口扬饭 话音落下我们众人的目光 狗齿刷刷的看着佗里面上面电脑纸 刘总微微一笑在电脑上面输入登录的账号密码 再点击登录的一瞬间 页面弹出了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头像 页面的正下方有着一行血淋淋的大字 一百万 我解除后台控制 不然我将你们盘口彻底关闭 看着这两行血红的大字 我直接愣在了原地 不仅仅是我 刘总和陈哥也是一样 我立马拿起遥控将投影离关闭 刘总和陈哥对视一眼后 走出了办公室 现在大家坐在自己位置上 任何人不准讨论 我不想听到有任何异定点的声音 都明白了吗 台下众人点头后 我也快速地来到陈哥的办公室 陈哥和刘总两人的脸上都布满了阴霾 陈总 这个事情你负责的 要是盘口都没有技术保障 那我们还有什么 好在今天没有入金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刘总你放心 我现在立马安排人去排查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可以解决 好了陈总 不用多说 这些问题你就自己解决吧 说完刘总起身愤然离去 皮炎子 你去把阿薇可以我找来 陈哥 阿薇这段时间一直在敲台马 几天都没有休息好了 没有什么理由 赶紧给我去 见状我我只能立马将阿薇喊过来 陈哥起身一脚踹在了阿薇的肩膀上 直接将阿薇踹翻在地 我跟你五个小时 要是你没把盘口修复好 你就不要回来了 直接哪里来给我滚哪里去 陈哥此刻没有给阿薇留任何的眼面 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直接对阿薇动手了 阿薇双眼怨毒看着陈哥 眼神里有愤恨有不甘有无奈也有失落 陈哥算了阿薇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些都是意外娇嚣气 还不快滚 阿薇一脸的不服气 站在原地暗自和陈哥较劲 我急忙给家豪使了一个眼神 示意他拦着陈哥 随后我和阿薇合力将阿薇带出了陈哥的办公室 去到阿薇的办公室后 我立马将办公室的房门反锁 哥们的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看到啊 老子这几天眼睛都没合 就盯着陈旭在跑 现在到怪奇我来了 有能耐自己去修复啊 真当老子好欺负是吧 大不了老子不干了 阿薇 消消气 陈哥也是着急了 毕竟刘总在这里发生这样的事情 陈哥自己脸上也无光 少特么给我说这些屁话 别人怕他 我阿薇一点都不怕 敢动老子 老子就敢把所有的一切全部黑 阿薇 不要说了 你的贡献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陈哥也是一样 你放心 事情搞定之后 我一定帮你去陈哥那边讨回公道 看着阿七一脸决绝的样子 阿薇冷喷一声没再多说什么 回到自己的电脑桌后打开了电脑 七出的两个小时里 阿薇聚精会神地检查着程序 但后面阿薇的嘴角突然浮现出一抹很辣的微笑 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飞舞着 挤挤挤 都知道 阿薇 说什么 听到我声音后阿薇身体一抖 转头脸上惨白 我立马起身朝着阿薇走去 阿薇手忙脚乱在键盘上面操作着 干啥呢阿薇 这么紧张 对了 你给我说说电脑页面上的这串代码是什么意思啊 话音落下阿薇强装镇定 见我双眼直勾勾地盯着 阿薇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我自然能看出阿薇心虚 你要知道这些干嘛 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好了 你先出去吧 我先把这边的事情弄完 呵呵 阿薇别紧张 我就好奇而已 我不打扰你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拍了拍阿薇的肩膀随后走出了技术办公室 其实我这个也是变相地敲打阿薇 我并未将我之前看到的告诉诚哥 眼下我们也正是需要阿薇的时候 至于后面的那些 到时候等一切稳定下来后 再招聘几个技术人员就行 时间来到晚上11点半 阿薇一脸冷漠告诉我们修复完成了 诚哥我们一番检测后也终于放下心来 阿薇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想要什么奖励 你直接说 无用 哪能不用 我向来上罚分明 皮炎子 你现在去阿薇那边拿一百万 给阿薇买一块僵尸单顿的手表 现在就去 话音落下我和阿薇离去 现在该给诚哥和阿薇一点独处的时间 来消除两人内心之中的不痛快 等我们买完表返回公司 诚哥一脸笑意 呵呵 没事了 阿薇的气消了 皮炎子 你那边明天中午再正式开工吧 好的诚哥 我听你的安排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短短两天发生了两件怪事 让我的心一直不能平复下来 我想一直盯着盘口 以免又发生什么劫持的事 时间来到凌晨三点 小黑冲到我的办公室 老皮 你快下去看看 昨天死人的那个宿舍又有人发疯了 适合多久了是吧 这样喽 你让家豪去看看 我这边没空 我话说完小黑点点头转身离去 我则双眼死死地盯着屏幕 现在的我恨不得睡觉都抱着电脑 毕竟这是我们发家致富的宝贝 正到我沉寂在美好幻想之中的时候 我听到了众人恐惧的叫喊声 结果我刚走出办公室 就看到慌乱的人群朝着办公室冲了上来 有人一脸狼狈 有人一丝不挂 有人身上流淌着鲜血 有些后背被利刃砍出了一个伤口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皮钩 阿暴疯了 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把菜刀 见人就看 你赶紧下去看看 听闻此话我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从容淡定 立马冲到宿舍楼层 只见狗廊里面到处是鲜红刺眼的血子 而阿暴他们的宿舍里横七竖八地躺着被阿暴砍翻的人员 就在我给地上被砍翻的人止血至极 我眼角的余光就看到阿暴操着菜刀朝着我砍来 好在老钱及时赶到 抄起啤酒瓶朝着阿暴的脑袋砸了下 但阿暴好像没事人一样 反手就将老钱砍翻在地 敲你娃 我特么弄死你 反应过来的我立马一个飞踹将阿暴踹翻在地 随后迅速捡起地上掉落的啤酒瓶碎片朝着阿暴的脖子刺了进去